艺人贾勇杰今天出席敲冬接种疫苗 卫教活动担任卫教大使 针对近期遭到死亡威胁风波 他也首度露面回应 强调在第一时间已经交给警方处理 第一时间我们就交给警方去处理了 在网路上面其实很多的发言 可能很多民众会觉得很自由 我也想要呼吁大家就是切勿以身示范 对着镜头表情严肃 艺人贾勇杰9月初出任台北101董座 遭遇死亡威胁后首度露面回应 然而风波还没结束 网路上还出现冒名的脸书社团 叫做永杰的101贾董周记 以贾勇杰口吻声称 他其实有在投资台股 十年内从台股提款四千万元 还称女人在家中当好贤内住的同时 也要有自己的一份收入 就怕有民众上当 贾勇杰发文成期这是假的 直呼女人在家当好贤内住 这种话会是他说的吗 邀请民众检举 随后更呛诈骗集团说 有种就全部都不要下架 近期他因为恐吓案的关系 身边有很多检调警察 诈骗集团统统抓起来 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谁说美丽时尚是花瓶 我们所向无敌 9月3号出任台北101董座当天 幽默笑称自己负责 美丽与时尚引来许多酸民 嘉永杰不理会流言蜚语 直接用美丽时尚四个字 组队报名综合体能赛 其实真的没有关系 很多事情是我就算现在要说 可能还是会有质疑 所以我觉得就让这件事情 可能就让时间去证明吧 透露出任董座后 每天只睡约六个小时 上午7点准时起床 思绪就一直跑 嘉永杰笑说自己最怕无聊 这就要向月灵凡台北采访报导